我们在开发对他们假新闻的机器 这样说对我们的自己 我们在开发假新闻之类的 之类的 之后再放假新闻的机器 那你们要认识我们的 有过前线的章节 他们会讲 对我们的机器 然后我们在对方的 选择 对我们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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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咯 好那这个是Open World Tour 然后希望大家是在对的教室 然后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跟Rycon看见全球 开源在数位人权越来越重要 那今天的讲者呢 是在Cofax 比零 那Cofax 就是研究对抗假讯息的机器人的一个组织 然后比零联织 然后比零也是同时在开源基金会的领薪水的师会 就是他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讲者 然后这个主题呢 也会顺便带到说如何从一个开源贡献者转换成他的指押跑道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好谢谢 嗨 我是比零 其实我是Gilin V 林 是政府的共胜者跟参与者 Cofax 真的假的是一个Gilin V 专案 我们现在这里其实放的是Rycon的QR Code Rycon的话 Cofax 真的假的已经是 我们是第三年就是申请去担任讲者 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是在多伦多 我在那个加拿大Toronto的时候 当时就是前一间 那一间我没有参加 是我们的工程师去参加的 那到了 在上一次的时候 是在北非的Tunisia Tunisia Tunisia的首都 然后我跟工程师就我们一起飞过去 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我们当时一起飞过去的时候 因为有两个人的旅费 然后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负担两个人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除了 除了 除了申请就是开放化基金会的协助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根 外交部不对 青年发展数 因为你只要在 我记得40岁还是35岁以下的话 你都符合教育部根据青年的年龄的限制 年龄的规定 15岁到35岁之间 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叫做什么 漾飞的计划 是鼓励说台湾的青年学子 可以到国外去演讲跟进行交流的旅费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公部门的旅费申请 就是经费的补助 通常都会有额度的限制 他就会说 我们不可能补助你全额 所以你要自己出一点 比如说你可能要自己出到五成 两成 可能最低最低至少出到三成等等的 然后我们会需要就是写一个计划 交给教育部 然后他们会经过一连串的审核 之后说好我们觉得 我们允许让你申请这个经费 然后让你可以飞去土尼西亚 我觉得当时在申请的时候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 当时交易部的规定 他们需要写五十页的报告 可是可是可是其实最后 交易部给我们做的钱是五万块 是有一点辛苦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少 里面还包含就是要有 你要一页全英文的介绍 然后要有五十页的中文介绍 除此之外你还要稍录 两张光碟 然后2019年吧 2019年 然后我就想糟糕 我跟我们的工程师 我们的电脑都没有烧录机了耶 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我们还要特别去外面 就是商界烧录机来 烧录那个工部门需要的 需要的档案 里面需要放什么照片 要核销 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Risecom很重视的是 大家在数位上的权益 如果大家知道三楼有一个 帮忙大家拍形象照的摊位的话 你一进去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 你今天的照片 我们会用CCBYSA授权 然后放在他们的Flick上面 那数位人权大会 其实非常重视 你在网络上面的数位权益 包括像是你拍过的照片 拍过的影片 那这些如果被 我们都会说所谓存放在云端 其实就只是存放在某个人的电脑里面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安全 因为它就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东西而已 它某种程度上 以大型科技公司来好 如果你们有Meta的Facebook 然后你们有在使用Twitter account Instagram 以前可能更久以前的Myspace 或者是更老一点 无名小战 有非常非常多网络的空间 在可能前一个世代 Web1,Web2的时候 它会收到你很多个人的资讯 包括你的名字 包括你的照片 然后包括你很多生日 知道会有生日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预设的密码 会是你个人的生日 Risecom注意到这件事情的风险 并且它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除了做一般民众的新闻创意 也包含对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 积极的游说跟讨论 所以像第一天的会议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Google的 Public Policy的那个经理 那就会远端的来跟大家连线 Risecom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到说 你在数位时代 你在新的世代 资讯科技之代当中 你可能丧失了什么样的权益 或者是你可以保有你什么样的权益 所以像我们要去Risecom拍照的时候 我们其实需要跟旁边的人挨沙子 说我们要拍照给我们的Funder看 可以吗 然后他们到同样之后 我们才可以拍下一些没有脸 或者是不会辨识出来 他们个人身份的一些照片 除了这些就是脸部辨识 然后数位时代的一些个人权益的保障之外 Risecom也很重视说 像今年的话可能因为Generation AI 生成式AI的产生 那可能会让会影响 进而影响很多人的数位权利 举例来说好了 工作权 我拥有你的过去 我过去拥有过你可能就是拍摄的记录之后 我可以透过这些记录学习 然后生成出新的影片新的照片 或者是新的模式 那去产生下一部作品 但同时你并不会收到任何的版权费 对吧就是等于你用了我的脸 然后你可能用了钱一千次你有付钱 剩下九千次 你就是自动生成没有付钱 那会不会其实是一种 对于比如说文字工作者 或者是影像工作者的一种权益的侵害 Risecom很积极的想要为很多人做这件事情 除了之外除了这个还包括像是 我当时看到一个摊位叫做Keyless Bot 他们讲的是在很多大型科技公司 已经开始使用AI来去评选我要不要录取你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的OKR跟KPI 可是这件事情就会产生一个蛮大的bias 因为当这些模型在设定的时候 他用的是很大多数人去设定过的模型 他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效益就是 他会很他比起反映你的工作能力 会更接近反映这个世界的很多歧视 举例来说好你可能在场的各位 如果你是亚裔 你不可避免在这些科技公司当中 你的排序会比较后面 或者是其实过往 美国过去有过一个就是Affirmative Act 他来做的事情是 同样是拉丁裔 亚裔 然后白人 拉美人 然后印度人 印度裔等等 不同的人种当中 大家去评选说 谁可以上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Ivy League 或者是Hotford 或者是Stephford 如果你要见到这些好的学校 你要申请嘛 你除了教你的SIT IP 很多很好的成绩之外 你要给他看你的很多个人的过去的履历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亚裔的学生 那亚裔的学生分数上来都会 比其他族裔的学生再更高分 那他在比的时候 他不是让你说 喔好 亚裔你考80分 然后拉丁你考30分 我们选亚裔不是这样的 他在选的时候 他也会需要对人种做一些平衡 所以如果你是个亚裔 你考的比较高分 但实际上你的必需可能会比较后面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以工作来讲 他可能就会用到更多 他在评断的时候 他大量的依赖数据 依赖机器 那这样评选的结果 就会是很多情况 他反映的不会是你个人的工作能力 而是你背后的这些背景 你的年龄 你的年龄比较大 所以你在工作领域上面 这件事情是扣分的 嗯 嗯 長相 照片也是 那Ridescar想做的事情就是 积极的倡议 所以里面会有非常多的NGO 我去的时候啊 刚好在6月4号 就是天安门事件的隔一天 Covac真的讲 喔我们是一个那个啊 我们在收集很多的错误讯息 那讯息来自很多种 有就是当然有台湾自己产生的 然后有一些是中国的讯息 有一些是国外的讯息 我们目前支援五国语言 呃 华语 英语 日文 韩文 跟泰文 然后因为我们是开放人士嘛 所以像泰国就使用我们的sort scale 然后做了一个泰国的版本 那未来我们也会积极的就是跟很多国家联系 像最近我们正在跟俄罗 呃不不不 乌克兰的公民科技社群联系 希望可以把像这样开源的 试试查核机制 就是引到他们的国家 让他们可以公民参与 全民一起做 我们相信的价值是 不是只有记者才要去做查证资讯的工作 我们相信媒体试读教育跟公民赔力 是可以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是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 呃 在rights con当中 所以我们就每年几乎都会去提案 去想要去分享说 呃 事实上有多少人因为假讯息 或者是错误资讯受到欺骗 受到影响 然后进而伤害了他们原本本身的权利 我们都知道 其实信任是呃 很重要的资产 因为其实破坏信任是一件非常快就可以达成的事情 所以rights con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到很多的参与者 promoter 还有实际在执行的这些NGO的工作者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去进行人权的倡议 哦我刚刚讲的也太远了 6月4号就是天安门事件的隔一天 我们的系统就被来自世界八方的攻击 我们有受到很多 他们不断的换他们的IP的位置 所以呃中国俄罗斯联邦 然后智利 然后墨西哥 也有些在美国 然后香港 我们受到非常非常多的DGOS攻击 那刚好那一天呐在rights con里面 就有一个摊位叫做cloud fair cloud fair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他们在提供的就是资安服务 所以像资讯安全 然后数位隐私 呃 呃 然后人权倡议 还有就是性别 里面性别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就是如何减低性别不平等 像这一届有一个round table 他们那个圆桌 RiseCon里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会议形式 比如说是像这样子听讲的lecture 然后呃 然后我讲一讲 然后我麦克风给下一个人换他讲 那round table更接近 我们大家住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然后我们各言何而至 BriseCon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会议形式 那当然也会有像楼下那样 会有就是booth 会有会有摊位 我当时就有去wikidata的摊位 wikidata他们在做就是女性的倡议 就是女性的参与者一直相对少 然后还有另外一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killerbot 还有cloudfair cloudfair也是资安公司 那其实我们后来就积极的去联系cloudfair这家公司 然后希望可以请求他们的协助 因为我们的系统被攻击到shut down之后 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会有很多人不能够用 而且我们也看见了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风险 我们希望可以改正这件事情 那cloudfair其实也有就是专门为了NGO非盈利工作者的一些特殊的优惠 我觉得蛮好的 Risecon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这样的场域成为大家都可以互相连接的地方 里面将来会有像佛球 不像楼下形象罩那样 所以当时就会有瓜地马拉的参与者跟阿根廷的参与者 他们就会比一个像这样的姿势然后跪在地板上 那是他们当地的一种也是弱势族群的创意 Risecon可以让更多的不同的权益被看到 让更多的弱势并且在世界中产生他们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理想的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global south 所以他们会不断地去换他们就是举办的城市 然后去彰显说他们所看到这件事情的人权的价值 和Risecon可以互相比较的是另外一个在亚洲办的drophack drophack他做的就是digital rights asia pacific 对asia pacific 他一样是亚太地区的数位人权的conf 那像今年是在泰国的清迈举行 那之前好像是在菲律宾举行 他讲的就会是更接近亚太地区的人权倡议 我觉得这也反映到了就是 不同地区的关注的模式 那所以比较Risecon来讲 我觉得drophack他讲的就会是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观调到的结果 那我也有问就是有去Risecon的菲律宾的朋友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一致这样子的想像 就是亚洲参与者在Risecon的代表性真的相对少非常多 我举个例子来讲中国不会参加 然后日本也很少在参加 韩国最近好像看到几个 那Miamor 泰国 寮 这次有看到一些越南 没有 都很少 我刚刚看到的寮国 越南 然后泰国这些都是在 drophack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的Risecon才会有 这当然反映了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可能 机票很远的时候很难负担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亚洲的国家在国际的会议上 就真的相对少 可能是因为他们讲英文的人比较少 因为去这边的话他就会 他就会希望你是讲英文 那去的就会是菲律宾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我觉得台湾人可以去积极的去想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倡议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里 也是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参与者 比如你是个技术人员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新的时代当中 科技的影响之下 人的权益是会被影响到的 只是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 这已经是被影响了 就不管是你在post中心 你记录了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说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到 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 然后同时也知道说 保护别人的权益是一件重要的事 那我会觉得 这是我在Rise Khan所学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只看到别人的需要 也看到自己的需要 同时也在看到 比你弱势的人的需要 谢谢 大家好 对我就是刚刚说的 我现在是在开放文化基金会工作 然后呢 就也谢谢开放文化基金会 不但付我薪水之外 也有带我去Rise Khan 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边的话 因为开放文化基金会 我们是一个专注于开放科技 那当然就包括Costcard 就是open source的部分 以及数位人权的一个基金 那我觉得 非常谢谢比林 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去之外 还有刚刚精彩的分享 但我觉得 我也想要再补充 补充两点我的心得 为什么开源跟数位人权 要放在一起 我这次去Rise Khan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感觉到 它其实是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是 像我们那时候 有去看到很多缅甸社群 他们其实是没有 因为他们如果有网路 要加基地台的话 他们的基地台 就是会被缅甸的军队针对 然后就会轟炸掉 因为只要有网路 就会有人群 所以呢 因此他们必须要自驾网路 可是自驾网路要怎么办 开源硬体设计 开源软体 这个是他们是怎么样 有办 这些社群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取得到这样的知识支援 然后他们可以自己自驾起来的 所以其实 这个也就是我 算是我人生第一次有感觉到 原来开源是可以这样子 的确就是这样子公开的知识分享 是最快速可以让人 站在别人的成果之上 我继续去翻新船 然后他们不是只有这样做 他们还有在re-share 他们的想 他们有在re-share 他们的设计 所以呢基本上 在印度的一些社群里面 也开始有在使用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看到开源跟数位人权 原来这么有关系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真的也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开源跟数位人权的关系 关系的话是 其实我们后来发 大家可能看新闻会看到 这世界上对于人权捍卫者 或是土地权益捍卫者 越来越的严峻严苛 所以呢我们在国际新闻上面 看到很多就是他们这些人权捍卫者 可能网路监控啊或者是人身危险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可是说实话的 现在人身在社会上面 你没有网路你要怎么工作 而且其实这些人权工作者 很多的钱已经没办法从国内拿到 他们要去国外拿 那就是需要网路 那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开源反而 开源是一个可能性 让他们是能够把他们的网路跟服务 架在一个可以信任的伺服上面 对 因为如果他们用一般的商业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 你永远不知道他的伺服务 或者是他的Database 架在哪里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使用了Google 或者是Meta的 他真的当政府邀请他们 要求他们把资料交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必须得 他们必须或是他们 呃 当然他们就是会交出去 对 所以相对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这一点真的我看到 自驾 呃 开源是让自驾 而且是自驾 在可信任的Server 跟Base上面 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想要补充的两个部分 我觉得原来 呃 数位人权跟开源是这么的有关联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多分享 那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学期的话 我们开放文化基金会 其实接下来请大家欢迎扫这个QR Code 我们在10月21号 立刻进入置入性行销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在讲到 呃 对于基本上来说 NGO团体他们有接受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攻击 而且那些攻击都是非常不一样 是非常跟一般商业受到攻击 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后来我们 跟我们一起当 在我们的社群里面的志工 他们后来在从中也学习到很多 对 他们就 这个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对啊 其实那到底 网络架构的安全 对于生活跟求职越来越重要的话 也是希望邀请大家 如果大家也是 呃 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怎么样这样安全的自驾网络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少我们的QR Code 然后呢也欢迎来加入我们 这次的training 这次training都是免费的 而且 你说不定在家里 又可以加入架设出来一个 安全的网络架构 对 好的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也是要想一下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办法 呃 跟社群们一起 社群我们每一个 我们基本上来说在参加 国际会议部分 不是只有员工出去而已 另外的话我们是会邀请像 呃 科技社群 比如说像比林 或者是台湾的一些 关心数位人权的NGO一起出去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好东西 重点是 不是只有我们知道 大家都要知道之外 这样子的话 就会越来越多人认识 我们台湾的好的案例 以及就是我们可以把 国外更多的东西也一起带进来 那所以我们这从去年开 我们去年跟今年一直都有 国际会奖助计划 所以刚刚相比你说的DRAPAC 还有就是RiceCon 那以及呃 我们今年二月的时候呢 也有去比利时那边 去参加欧洲最大的开源人会 开源人年会 以及接下来我们十月 也会去参加数位人权 呃 尤其是比较是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的一个嘉年华会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也 可以scan这个QR Code 到我们网站上面 我们的网站 因为既然知识分享 我们会去的那些会议 我们这边上面也都会有介绍 也欢迎大家 自己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或者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 对 那以及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也邀请大家 如果你真的发现 其实你有开源的能力 有热情 然后你也在思考 有更多的 去国际植牙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我们自己尝试了很多之后 我们找到最棒的网站 他们就基本上来说 就会把他们是针对所有的 尤其如果你有开源的能力 你本身是个技术性人才的话 这边工作机会最多 而且还可以 而且还可以国际remote 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来说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 数位人权的组织 就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加入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们除了每个月都会有dropboard出来之外 甚至有一些像开源的 一些如果你有些开源计划 需要国际funding的话 他们也会持续公布在这上面 尤其像我们知道的话 像open tech fund 他们接下来在八月底之后 他们会推出一个funding 是专门就是让科技社群的 只要你是科技社群 你做的开源专案 跟社会议题相关的话 他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今天也是希望有一些 小工具能够分享给大家的 好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因此很谢谢大家 也听完 Kovac的比0 跟我是思惠 我们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也多了解 RiseCon之外 也一起加入所有人权 跟开源的行列 谢谢